鸡的麵酒 海鲜的味道 海鲜的麵雞的味道 無陀豬的花不符扎 不符扎扎 這個菜是好久出來的 這是林奴的時候 重慶流行吃堅堅決賽 我們回合雞和花醬做個江湖菜 大麻大了的留下酒 你資格的江湖菜如何買得來 買得比較好 林奴還是賣美酒必點 青紅小米辣我一直沒有搞定 除了演藝社長的差異 還有沒有其他 辣度 青年代有辣性 紅的只是7個差4 也好重 半斤 你還整多人的話也確實是重口味 根據口味 骨頭如果吃得清淡一點 2、3點都差不多了 吃得清淡就不是江湖菜 重慶它的口味比較重一點 像你們店裡的話 一天用那種小米辣用好多斤 兩三百斤吧 兩三百斤小米辣 專門兩個大吉的海椒 現在小米辣也不便宜 最貴的時候小米辣是十幾二十幾塊 最便宜的時候三個多 半斤小米辣 我看到這胃痛 其實咱們才是一個複合酒味性 我們可以用鮮椒的辣和海椒 中火一下 口味更松火一些 花椒花椒 其他的乳酸味 比如說海椒肉我們不要太多 多來它就不好看 炸翻翻的 炸翻翻的 枝醬也哪有 鮮辣 像是更粗味一點 枝醬用的大多 兩樣的夠了 蒜片 七個五個的夠了 南方的朋友可能想都想不到我 這就是一個菜的 鮮辣 好好的 農多調料炒海椒肉好吃 這個雞一般三道烏龜 肉質吃起來比較稀嫩 蘸丁煮型 我們切點雞精 我們再切料酒 炒勻 跟澱粉 這是鎖住它的鮮味 把水粉鎖住 鎖住 花椒雞 顧名思義 花椒 炒雞 但是花椒也先搓個水 我們切點料酒 去它裡面的沙 也減染了哪些是火的 哪些是食物的 這邊炸口的都是比較稀嫩的 大概就行了 這個比較穿糾了 穿糾了它的肉都一坨 鍋的油跟生姜有哪些區別 煎豐物比鍋油更好一些 更稀的一些 所有的鮮物都保持在它的油溫 叫它原子原物 原子原物 叫它油溫 煩一點 不是油溫的時候 油溫 油溫不容易打山 對 目前油溫基本上下鍋炒比較合適 要炒辣的樣子 標題 熟悉了 對 熟悉了 這個聲音 這幾個聲音比較小了 海椒 這個香味 剛好它不是去辣的嗎 對 淋混佐料 豆瓣漿 三顆左右 它不是出色 粗和味 帶進點醬香 花椒可以重一點 花椒 先下一半 紫薑 一個是去味兒 一個是去辣 先下的是去味兒嗎 先去辣 這個香菇菜的感覺就出來了 對 現在我們再把它放一些 現在我們可以吃花椒了 我們要融合 然後我們切了料酒 一點蠔油 最後切花椒油出來 切過來咱們切花椒油 先去扛起 放安油 好香哦 這真的是在拿著頭 找雞油 半可來炸 生薑的口感還是不一樣 一盆菜裡面就吃了兩個菜 一個就是屬於爆炒花椒 另外一個就是屬於尖椒雞 吃雞 吃雞 吃要酥 尖椒不要嫩 尖椒的特點 這些汁水還用 花椒 你拿吃拿都是 你又想吃嗎 不想吃塊子 家人做的話我覺得就是 就這個 這個完全我都可以做 你省不省了 你就可以燒飯 燒飯還這樣 你省了一些 你就照著那個原本 家人吃完了以後 海椒這些可以下面吃 我每次吃薑菇菜 我一般是這個海椒 我打包 我去吃了羊味點了 哎呀 家人不來好吃 有哪個味道 比頭甜味道還要重 谢谢大家